记得当面说清楚的吗 在你们家那时候去吃饺子你忘了 那个都是 那个说过 那个说了吗 那个我倒忘了 那个那个 我记得说过 后来说吃饺子这个事也成了问题了 吃饺子就是说现在说 到我家吃饺子连醋都没有 也不让吃饱 这个人就是 没醋那是真的 有可能我从来不吃 我吃饺子不用醋 那次就剩一点醋了 我先吃完了吧 对啊对啊 这个你说这个婆婆妈妈 你这是说的干嘛 他这儿把你拿着当个事来说 我就奇了怪了这个人 这个五千块钱的事啊 老魏啊 他那是这样的 他是个连环扣 先说五千块钱 五千块钱咱很容易解释 咱没搞费制度啊 对吧 他呢就说呢 我这个特别 我给你写了一篇特别的稿子 特重要 就是老魏你不是说过吗 这个班禅喇嘛 被这个胡锦涛害死这个事吧 我记得是你先说的呀 我从你这第一次听说 你不是在监狱坐牢的时候 你就分析出来了吗 你是你是读人民日报 你后来还找了一个医生去核实 有这事吧 就是那个中央保健局的局长 哦 对 我是老魏啊 我记得非常清楚 你咱俩俩说话 我是听你这说来的 等了好多年之后 赵延才出来 他现在就说呢 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他说呀 李洪宽呢 这个大参考不容易 啊 这个 我给他写了一篇稿 那稿很重要 啊 关于这个班辰喇嘛 被谋杀的事 啊 我当时一听就 这小子 啊 这个胡说八道 呵呵 时间对不上 我说他 他肯定是从你这儿听去的 他又加工了一下 他就幻想成 他写了一个稿 投了大参考 李洪宽特感激他 特批 给他答应他五千块钱 结果到了美国之后 这五千块钱不认账了 啊 连个饭都不请我吃 就就成这个了 你哪有五千块钱啊 哈哈哈哈 他 一个月的 一个月也没有五千块钱啊 不是 他现在是这样 他说这个五千块钱呢 他为了证明这五千块钱 真有其事 他说呢 这个稿太多了 我冒着生命危险 给李洪宽特提供的 李洪宽特这个大参考 一登出来 我就被捕了 被令计划 把他抓捕 放到秦城监狱 哈哈哈哈 这个很阴险啊 老位 他是说 我李洪宽特大参考 登了他的文章 呃 答应给钱 后来不给 最重要的是 谢了密 把他给出卖了 政治上不可靠 这个非 这个是我是不能忍受 不能原了 结果后来我查呀 我查大参考的档案啊 咱档案都可以随便查的 一查 根本查不到他 就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办法证明他 赵延 在大参考上发表过文章 你知道吧 相反 相反 一查呢 查出来 他是2004年被捕 结果发现啊 在2002年大参考就登过文章 登的是美国专家 一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个助理 退休之后在一个智库 他写的文章 同一个题目 我估计他也可能是 从那个藏族人啊 或者从你这啊 知道这个故事 他写了一个报告 让大参考转载了那个文章 人家的你想人家的地位 赵延怎么能比啊 所以现在的结果呢 就说赵延说在大参考上登过文章 这个事儿 找不到证据 请他提供证据呢 他也找不到 他说是化名 你化名不化名不重要 谁写的不重要 你的文章 你总能找到吗 大参考哪一天都能找到吗 问题就是有没有这篇文章是最主要的 我认为没有 我认为他就是完全胡编乱造 完全咬人 你知道吧 就是一个连环扣 就是陷害我李永宽 就是第一证明李永宽欠钱不还 你登过这件事儿的那篇文章 其实是那个美国人写的是吧 对啊 是个美国专家呀 而且时间上比赵延被捕时间提前两年 你想想跟他没关系嘛 对对对 所以这个赵延这是有点太可笑了 我觉得现在呢 他老是拿着你的名字 拿着黄自平的名字 说 在说事儿你知道吧 这搞得这个莫名其妙 我觉得你 他呀 在纽约就臭了大街了 纽约的民运人是都不搭理他 唯一的一个能跟他说上话的 一个是叶宁 一个是王军涛 王军涛是个老好人嘛 叶宁可能有点业务上来往 也就这样了 没有人搭理他 臭得很 纽约那边 主要是那个什么 那个内方 我看是什么 就是上访的 访民 跟他打标道 访民里面也臭了 访民里面也臭了 还有一个情况 我告诉你啊 你得高度警惕 你认识这个马永田吧 你知道这个你的吧 现在马永田呢 我今天早上刚跟他通了一个话 马永田呢 有可能跟李维东之间会发生一场恶战 就是那种抹黑之战 背景是什么呢 背景是前两条郭文贵啊 郭文贵疯了你知道吗 现在搞我啊 你知道这情况吗 不知道 郭文贵搞我 在查我 查了半天 没查到什么问题了 但是他又很恨我 恨我呢 然后呢 就不过瘾 然后就公开悬赏 十万美元 找污点证人 就是要查我们的生活作风问题 任何女人 只要上去 能够能够这个 就是说李维东坚强暴他呀 这个性骚扰啊 他出钱出 有十万块钱的 十万美金的奖赏 公开的啊 但他 其实他主要是针对我 但是同时还有另外七个人也在名单上 都包括什么夏业良啊 李维东啊 都在上面 现在是公开的悬赏十万美金 重金啊 就是在买购买啊 民运人士的这个污点啊 就是生活作风问题 然后呢 他他出钱啊 在这个之前 他提到了一个事 非常具体 就是李维东做手术的时候啊 李维东做手术的时候呢 做完了手术 马永田去照顾他 那么李维东 猥亵了 马永田 这是公开讲的啊 在他的视频里边 我当时听了之后 我就以吃惊 我说 李维东不可能啊 不至于啊 当然李维东现在啊 李维东现在的动作是找了几个证人 证明没这事 找了这个核安全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能吃过饭 核安全 对对对 我才是来 李维东也来过 对 写那个习总日记的 核安全就证明 因为核安全是个医生 和核安全也是 这个见证人 核安全说 这是整个没 不可能 没这事 嗯 你想他做完了手术 怎么还能威胁别人 那个是个大手术 做完了手术 在这个重病监护期间 怎么可能还去强奸妇女啊 这关贵 这个满嘴跑火车 我听了之后很吃惊 结果有其他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这个事啊 这个事这是一场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 这个 这是一个坑啊 这个坑 我当时啊 没当回事 因为我对马永田的 我也接触过嘛 你忘了他那个被捕的时候 我在现场 后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我以为 我想马永田 第一我不相信有这个事 第一不相信有这个事 第二我相信马永田不至于 不至于 结果 马永田不说 结果我今天好奇啊 早晨终于跟马永田通上话了 我就让他问他 我说马永田这个事 有还是没有啊 就先说这个事有没有 你猜马永田怎么回答的 马永田嘻哈嘻哈 哎呀 他说这个事啊 我没关系 这个呢 我说你别绕边 我说你有还是没有 这李维东你去照顾他的时候 李维东有没有威胁你 有没有骚扰你 马永田说 这个事我不能回答 非常坚决 我反复问了五六次啊 老位 我说你有还是没有 这个事涉及到你的名誉 李维东的名誉 有还是没有 你就告诉我 有没有 这么yes or no 对吧 这个马永田 这个口非常紧 看来已经想明白了 这个事我不能回答 就是 就是坚决不能回答 所以这个问题大了 你知道吧 这问题啊 大 当然能 能 这场 这 假如这个坑的话 能把李维东 害到什么程度 咱不知道 但是这个 就肯定是有问题 就是啊 对啊 他说不能回答 那是什么意思 就不能回答 不能回答 就是说有些事 但他不愿意 留有空间 留有空间 人家没说啊 不能回答 就是不能回 就不回答 就是李维东 有没有像郭文贵 说的那样 在他 你护理他的时候 威胁过你 这个这个这个的啊 骚扰 对这个 如果是没有的话 就不存在 不能回答 没有 就是说没有就完了 哎呀 老魏 你这个说这个话 你这个说这个话 你是假设 这个凭着 任何事 凭着良心 如果人家有 其他的阴谋的话 那良心就得 靠边站了 让第二位了 这是我 没有良心 慢点啊 我就 对啊 我大势一惊啊 人家不能回答 这是什么意思 能回答的话 是啊 对啊 你要是没有 这个世界就回答 没有吗 对啊 对啊 怎么叫不能回答呢 对啊 人家李维东 可是辟谣了 李维东说 没这事 整个胡说八道 人家李维东也找了证人 找了核安全什么的 所以我就是 我就是 所以我好 我完全是出于好奇 我在这之前老位 有人警告过我 说这里边有问题 有坑 有可能是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是 所以老位你呀 你要格外小心 千万要小心 有这个这个 可能很复杂 嗯 是啊 这样 嗯 还有一个情况 好说呢 对 还有一个情况啊 我我老位哈 我得向你通报一下 那个 郭文贵啊 这个就是前天吧 21号 呃 公开的 就是发出了 这个像这个 就是像我 我啊 还有另外七个人 呃 选上十万块钱 找这个生活作风问题 找五点 他那个视频一开始啊 卖了个官子 卖了这么一个官子 他下一个 因为他主要是 臭骂李洪宽嘛 威胁李洪宽 制造恐怖 他这个官司这么卖了 他说啊 昨天晚上 有人有一个老领导 不是老领导了 他过去喜欢讲老领导 现在就说 他对付海外民运嘛 他说民运里面 有一个最尊重的 我最尊重的 最影响力大的 呃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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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老前辈啊 呃 给我打电话 说啊 文贵啊 你怎么这个 在破坏海外民运啊 啊 然后我跟这个 老了 老前辈说 没有 我打我都是伪类啊 我我攻击谁 都是伪类啊 我不会攻击 真正的民运人士啊 然后还说 这个老林 这个老老老 这个老老前辈啊 民运老前辈啊 给我发了电子邮件啊 这个那个的 这么开始 然后顺便滑过来 就开始攻击李洪宽了 是这么个过程 我一看就知道 这小子就是 还是那一套 先背一个假的 我相信这个事 根本不存在 不存在民运里面的 老前辈 给他发电子邮件 给他打电话 说知心话 但是呢 他是有 有误导的 是让听众 朝哪个方面联想 你知道吧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 赵炎啊 是彻底 是时不时的 把你名字提出来 把在他的嘴里 说起来 咱俩就成了仇家了一件 你对我是 天天是抱怨 见了他就说我的坏话 黄四平也对我意见很大 这赵炎就是 每天在公开的说这些东西 所以你想啊 你想听众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啊 所以这郭文贵的小子坏得很 是郭文贵说的 郭文贵亲口说的 你看一下他 11月21号的视频 不长 只有20分钟 是啊 但是现在打到我们的城 打到门口了 你要小心应对 小心应对 我建议你跟赵炎警告一下他 不要让他提你的名字 好的 对 这个因为惹的你 因为别人要回应的时候呢 他既然说到你 别人又得说 把你强行的拉到炫火中心去 你就应该稳坐钓鱼船 不要不要管这个事 对 因为你不知道郭文贵 这是一股邪恶的力量 他有多邪恶 我过去啊 把他说成是 还算是一个英雄啊 或者是一个水狐狸 那个妖魔啊 后来改成说他是 是那个孙悟空 缺一个金箍咒 他能量很大 没有金箍咒的时候呢 他见谁都破坏 需要一个金箍咒 咱们现在没有这个金箍咒啊 咱们命运就是那个唐僧啊 咱老和尚没有这个金箍咒 孙悟空 他不愿意跟你去修正果 去取经 现在呢 又改了 他连孙猴都不如了 他就是个妖怪 他擅长于使妖法 把他们吃花群众给 给迷惑了 他这小子有邪教 有邪教教主的本事 他能够给给给洗脑洗的特别狠 特彻底 所以所以还是要特别小心 特别小心 好的 我知道了 行 那祝你这个这个感恩节快乐 好好好 我可以找到再找路 好的好的 好的 那这样再见 拜拜 拜拜